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01,人这一生,其实都是有定数的,人生中的一切,其实都是天意,不管是缘分,还是生活,还是工作,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01,人生悲欢离合,缘来缘去,一切都是注定,强求不来,唯有顺其自然,才能随遇而安 01,人与人之间,因为有缘才遇见,若无相欠,怎么能遇见,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有缘之人,兜兜转转都会遇见 01,人与人之间,也因为无缘,而对面难相逢,注定会擦肩而过,因为无欠,此生再无相见 02,其实人这辈子,你所遇见的人,都并非是偶然 01,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其实都是注定好的,每一份遇见都是缘分的安排,人生要感恩每一次遇见,珍惜每一段情 01,即使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中,陪伴了你一成,而又匆匆离开,我们都不要抱怨,不要放不下,因为能够遇见本来就是一种幸运,哪怕最后一别两宽,此生不再相见 01,但是曾经相伴过一场,生命中就已经留下了很多痕迹 01,有些人的出现,让你感觉到了什么是温暖,有些人的离开,让你明白了什么是痛苦,有的人即使伤害了你,让你懂得了人心冷暖,但是好的坏的,都是人生,人生所遇见的,都是一场风景 03,人生中的一切遇见和相遇 都是天意的安排,因为每一个人的出现,都会带给你一些东西,有的人是为了给你上一课,有的人是让你看清了现实,有的人是教会了你如何去爱,有的人是让你带着希望活下去 人生起起落落,花开花落,朝来朝涌,看淡得失,看开成败,不要想不开,不要太悲观,学会顺其自然,坦然地接受人生中的一切,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感情上,我们都要学会随缘,莫要纠缠和强求 人生但行好事,莫问前路,不管结局如何,我看始终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欲见,不付不欠 04,人生浮沉,生活变化无常,我们何必活得太清醒 人生百年,谁都是天地的过客,不过是匆匆一生,别把自己活得那么累 不管遭遇什么事情,我们始终要往好的方面去想,要向前看,别让自己的心装满了烦恼,心就那么大一点 琐碎的东西装得太多,便活得开心不起来,我们要时常清空自己,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人生苦短,何必活得太较真 面对得失,学会看淡一些吧,别计较太多了,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无能为力,很多东西我们也是注定得不到的 而得不到的,我们就学会撒开手,随风而去,不必紧紧抓着不放 人生的快乐,其实是越简单越好,别把什么都看得很重要,反而心简单,生活就容易幸福 零五 人这一生,原来原去都是天意,一切都是注定的 有些事,就算你竭尽全力去做了,也可能不会让你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有些人,你掏心掏肺付出了,也可能不会得到别人的真心 有些东西,你想尽办法去得到了,却转眼间还是会失去 世间一切,仿佛都是安排好的,没有谁的一生是完美的,上天似乎也很宫廷,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反而每个人都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收获,有不同的失去,才成为了世界,才是人生的常态 人生,好坏都是天意,一切顺其自然,看淡一切,一切揪心,活得乐观一点,坦然一点,放下过去 得,我幸,命里有时终须有,失,我命,命里无时莫强求 不用事事计较,计较让人心累,不用总去纠结,纠结徒增烦恼 你把该做的都做了,其余的听从上天安排 一,缘起缘灭,一切随缘,不必执着 人这一生,你遇见谁,跟谁在一起,都是缘分的安排,缘来缘去,缘起缘灭,都是人生的常态,一切都随缘 得到的我们要懂得珍惜,失去的,要想得开,放得下,不必太执着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所以,要学会看透,不必执着 不然,必定会很痛苦 有时候,你太执着一件不属于你的东西,或是执着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只会让自己变得患得患失,甚至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 人生唯有学会随缘,学会看开,保持一颗平常心 才能让自己的身心轻松,让自己收获幸福和快乐 二,无法左右的,我们就欣然接受,离开也是一种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一些事情,一些感情,并不会随着自己的心而设定 反而会无法左右,也无法预料,那么我们就要学会欣然接受 面对事情,接受它的事实和结果,能够处理好的 我们一件一件来,无法处理的,也不要难为自己,更不能逞强,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然后,学会吸取教训,吃一折掌一掷 面对感情,尽管你付出了时间和行动 但是对方没有喜欢上你,没有选择跟你在一起 都要学会对方的选择,不能强求,更不要再一厢情愿了 好的感情,都是两情相悦 而你现在遇到的不是对的那个人 所以,尝试过之后,对方,不喜欢你,就要选择放手和离开 之后,你也会遇到真正对的那个人的 三,人生,一岁年龄,一场心境,凡事看开就好 你可以回首一下过去 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其实也是在慢慢成熟的 当人有了不同的境遇和遇见了不同的人之后 心境也会慢慢的变化 有人从幼稚走向成熟 从成熟变回幼稚 心态保持年轻 活到老,学到老,忘记年龄,认真的活着 心境好的人,对生活会积极乐观 也活得通透 心境不好的人,则会抱怨,悲观,消极,斤斤计较 心大了,什么大事都会变小 心小了,什么小事都会变大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好心境 凡事看开想开 四,学会清理自己的圈子 独处也是清欢 作家梭罗说 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 独处使我身心健康 与人为伴 即使是与最优秀的人相处 也会使人厌倦 我好独处 至今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能有独处那样 令我感到亲切 在独处时,我做回了自己 人生低质量的社会 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当你学会独处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过得非常开心 学会和自己独处 也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 还自己一片清静 而有些圈子 根本就不适合你 有些人 也根本不值得深交 要学会清零一些 无用无意义的圈子 与其浪费时间去迎合和讨好 不如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学会沉淀 一个人独处 也是一种静美和修炼 五 放下面子 好好过日子 日子终究是要过下去的 不要太顾面子 其实面子不值钱 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生活 不怕别人笑话 杨将先生说 我们曾经如此期盼 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学会放下面子 越是在乎面子的人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找罪受 也会让人很反感 别人看透你 而不拆穿 其实都是给你台阶 做人不能张扬 更不要炫耀 为了面子而不顾一切 其实都是无用功 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不是给别人看的 生活如饮水 冷暖自知 幸不幸福 苦不苦 累不累 自己最清楚 一 面对感情 随缘就好 很多时候 你遇见一个人 并且喜欢上了 但是对方没有喜欢上你 你不要自我怀疑 不是你不优秀 也不是你不好 你知道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而已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 总是需要遇见一些错的人后 才会迎来对的人 喜欢一个人 不是坏事 也正是因为喜欢这件事 本身就是自我的 因为你喜欢的过程中 你也是快乐的 我们不能强求结果 感情没有对方 只不过是跟对方没有缘分而已 所以 你也不必伤心 不必着急 属于你的缘分 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感情这件事 我们就要学会随缘 然后做好自己 爱自己 保持自信 保留爱的权利 相信爱情 该来的 总是会来的 二 面对生活 乐观就好 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 时长八九 更是一地鸡毛 我们唯有积极乐观地去面对 笑着面对 才能在生活中减少烦恼 生活复杂 但是我们要简单过 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开心地做自己 乐观地生活着 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该睡就睡 不要想太多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会在生活中 有各种各样的难题 唯有看开一点 看待一点 积极去面对 不要抱怨 抱怨不如改变 这样才能得到 生活的温柔以待 人生活的就是心境 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就取悦自己 告诉自己 要开心一点 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 就要放松一点 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不要想太多 心宽一些 时间会治愈一切 三 面对工作 踏实就好 人这辈子 始终要有一份工作 踏实地去做 才能为我们的生活 提供稳定的条件 很多人在工作上 总是定不下来 或是好高物远 眼高手低 自己没能力 还不愿意去做一些 底层一点的工作 三天两头 不断换工作 往往一事无成 也很多人面对工作 总是三分热情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太懒散 赚不到钱 还责怪自己的命运不好 不管什么工作 踏踏实实地去做 没有人会嘲笑你 没有人会看不起你 而你总是不踏实 那么 谁都瞧不上你 人生的出路 永远是靠自己 唯有积极努力工作 踏踏实实做事 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四 面对朋友 真诚就好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真诚就好 人心都是相互的 你若是付出了真诚 对方也会真诚地对你 若是你的真诚得不到回应 说明对方不配当你的朋友 让你相处不舒服的人 那么就选择远离吧 人与人之间 最好的关系就是不必讨好 不管距离和时间 真诚就是相处 就好的良药 不懂得珍惜你的好的人 也不必深交 喜欢算计占便宜的人 只懂享受不愿付出的人 也不必深交 人与人之间 真诚才能换来真心 懂得感恩 才配得上拥有 若不是 该疏远就疏远 不值得 五 面对人生 顺其自然就好 人生路 或许是平坦 或许是坎坷 我们每走一段路 每一步都要踏实 向前迈进 山一成 水一成 就算一路 遇到很多难关 但是也是一路风景相随 顺其自然就好 人这一生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也不要太闲 走走停停是一种闲事 边走边看是一种优雅 边走边望是一种豁达 没必要把自己活得那么累 人行走在路上 只懂埋头 就错过了很多风景 只为小事烦恼 就会失去了很多乐趣 好的坏的 都要欣然接受 小事不计较 大事要宽心 毕竟人生苦短 事事难料 唯有随缘 唯有顺其自然 尽人事 听天命 最天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